他们不能从根本上进行变化的话 我觉得这种乱还会继续下去 好 谢谢惠民先生的介绍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外交的话题 秦刚之后的外交部长到底由王毅一直当下去 还是王毅只是某一种过渡性的角色 现在我们还没有结论 但是似乎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开始 整个的中国的外交态势 的确是出现了非常微妙的风格的转变 之前我为大家详细介绍到 刘建超部长到美国来传递了这样的信息 中国不寻求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 相反中国是这个体系的参与者也是其中的受益人 近期我们也看到中国与一系列东南亚国家 还有欧洲的国家是实施了签证政策上的更多的优惠 在周五我们也向思想先去报会员俱乐部的网友 在第一时间介绍了傅聪大使 在接受彭博社记者专访时所披露的另外一个重要文章 内容就是中国也会考虑对于全部欧盟国家 实施签证的互惠互免 那么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但是大家也注意到之前在疫情期间取消的签证 互惠互免的亚洲国家中啊 有关于文莱现在已经是出现了松动 但是与日本之间的签证互惠互免 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恢复 那么到底与日本这一个非常关键 同时又非常难处理关系的邻国 有没有可能在新年外交开局出现某一种缓和的局势呢 之前因为核废水问题 对于日本的水产实施的禁欲 有没有可能像之前与澳洲一样达成某一种兵士 欧盟国家呀 既有和中国传统而言关系比较近的国家 比如匈牙利等等 也有与中国之间关系比较紧张的国家 比如之前的立陶宛 那我们看到中国方面是放弃了对于立陶宛的一系列贸易的惩罚 而随即欧盟也取消了在WTO对于中国脅迫性贸易做法的申诉 似乎也是出现了某一种松动的态势 再来说到美国 之前几年中美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 但是近期高层有一系列互访互动 在俄乌战争问题上 在鸿海问题上 在中东局势问题上 在朝鲜问题上 似乎美国都加重了与中国方面的沟通和谈判 之前我们也反复介绍 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沙利文 与中国的最高外交官王毅 是进行了一系列 之前没有宣布的秘密的讨论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外交 是不是也会出现某一种开局之事呢 目前我们看到的是 布林肯国务卿会在今年的某个时候再次访华 而此前 美国的财长耶伦也表示 会在今年的某个时期继续与中国的同行 进行在兼容和财政上的讨论 我们看到这三大战役 与和搞好东南亚一些邻国的关系不同 不仅对于中国而言更具挑战性 同时对于中国在整个世界打开局面也十分的关键 那我想请和民先生预计一下 和日本的关系是不是可能会出现某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和欧盟的关系又会如何之变 与美国的关系稳定能不能够继续下去 特别是在美国大选之年这样一个关键时刻 我觉得中国对这个日本的也没有完全使用那种 像过去那种愚蠢的强硬的政策 也现在开始采取那种强和柔相结合的政策 比如说现在的关于这个海产的问题 中国也许有可能进行适当的放开 一个是中国市场的需要 第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 大家应该对这个海产本身的安全性已经有所了解 其实民众的担心也是正常的 不仅是中国大陆台湾也是这样的 但是政府是不是应该把它政治化处理 我觉得当时是作为某一种政治策码 但是这个策码似乎应该它重了一点 那么关于签证的问题对于日本来讲也比较为难 因为中国大陆的人口太过于庞大 你如果真正开放的话 中国大陆的人口 那日本能不能承受能力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中国方面也理解这一点 所以要求了日本是给予某一些人 你先给我免签 那我呢给你的国民呢 前面免签 实际上这个是一个双方都有力的 而且有弹性的这种做法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那么因为对于日本来讲呢 它始终是一个没有真正独立外交主权的国家 中国也要理解这一点 人家的自己的国家的军队 国家都有外国军队的驻扎 而且它的安全体系的维护啊 如果没有美国那被中国欺负的太厉害 所以呢就是中国要采取的方式怎么办呢 就是说还是会给日本一些好骨子吃 但是呢也不会像对欧盟那么重 因为欧盟就不同了 欧盟是一个复杂的心态 欧盟是努力想把握这个美国的这个影响 但是它也没有这个能力 它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中国和欧盟的关系 其实是会加重 它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这么一种分量 所以如果欧盟比较聪明的话呢 利用中国这个杠杆 跟美国来提升它的分量 反过来讲 它也可以利用跟美国的杠杆 来去跟中国进行平衡 实际上欧盟是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 但是问题是现在的德国领导人太蠢 太蠢 所以呢就是整个拖累了整个的这个进展 德国的问题是我已经没有想到的 或者是估计到很不足的一个国家 对它的问题 因为对它的进宗太多了以后 就忽视了本身的问题 就像很多朋友 对日本的这种表面的这样一种礼貌文明品质 就是说抱有某一种尊重而服侍了 日本本身的结构性的老化 僵化 退化 其实德国的问题有多少年重啊 我希望如果理解博士方便的话 为了专门讨论一次这个德国的问题 那跟美国的关系呢 主要是美国现在正是处于这个世界最危险的这个阶段 内部的这种问题最终怎么解决现在谁都不知道 每一个美国人都在恐慌之中焦虑之中 不知道到底谁胜 其实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有绝对的把握 我会一定胜 但是呢今年产生某一种冲突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但是面对这种情况呢 中国采取的方式呢 似乎是大大的进行了改变 就是第一啊 也不会去介入美国什么纷争 但是第二呢 尽可能呢跟美国进行合作 让美国感觉到呢 中国不是一个美国的一个麻烦制造者 那么这个呢也降低了美国政治选举过程中间 对中国的打击的力量 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做的事情越多 那美国打击的力量就越少 现在的红海问题是中国表现的一个机会 加沙问题吧 中国就比较难了 因为美国自己都搞不定 对吧 但是在南海问题中国可以放柔和一些 最近对菲律宾的这个动作啊 菲律宾不是看空头 这个物资给人类交的旁边那个破船吗 那么中国是不是采取了一种默认的这种态度 那么对台海问题其实也是这样 那么这个 只要是美国的动作不是那么多 那么台海的中国也不至于采取那一种过程 应的措施 你看内清德当选总统之后 各方面表现的节制的程度都是 比较不错的 因为中国内部问题太多太多 习近平可能要更多的精力来处理内政的问题 尤其是经济的问题 所以他要无心去挑战美国 所以从中美关系来讲 中国现在已经 大大的退步了 而这种退步是很正确的方向 为了应该应该一段时间不管是谁当选 美国的总统 还是要比克跟美国的对民正面对抗 是一个对中国有利 对美国有利其实对全世界也很有利 好谢谢和民先生的介绍 说完了外交 我们再来聊一聊中国的经济问题 对美国的总统